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仍未就限制石油或天然气供应的措施进行投票 司法部长沃尔高约蒂特在布鲁塞尔表示 事实证明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比 薛压利和波兰受到双重标准的担忧是正确的 欧盟委员会今天在其2021年法治报告中 审查了薛压利、奥地利、荷兰、卢森堡和马尔他 司法部长认为薛压利政府已经准备好 就法律问题提供适当的回应 但基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薛压利社会已经做出决定 创新科技部长表示 B0号货运铁路的路线已选定 帕克维吉拉斯洛表示 这将创建从扎霍尼到吉尔地区的 现代化铁路货运线 之所以需要发展 是因为目前薛压利的铁路货运没有竞争力 每天大约400例的货运列车将需要增加一倍 但目前的铁路路线无法承担这一总量 今年将再次于复货节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检查各车辆 警方坚严格排查酗酒以及吸毒的驾驶人员 薛压利警察总局交通执法部门负责人表示 酗酒事故的数量低于预期 仍占事故的8%到9% 薛压利唯一一家汽车野生动物园 将于周四在大科乐时开放 在30公顷的土地上 可以近距离看到200多只动物 除此之外 组织者还将举办动物抚摸以及其他项目 例如在野生动物园之旅结束时 另外一家恐龙公园和一个巨大的冒险公园 等待着游客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